您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将讨论什么是不平衡和低效率在我的定义中 不平衡和低效率之间有什么区别 不平衡仅仅意味着买家和卖家之间比例不足 从而导致市场大幅波动 它可能发生在图表中的任何位置 并且可能发生在一根蜡烛或几根蜡烛上 我们看一下图表 这里有几根大红蜡烛 这意味着卖方比买方多得很 因此,据此我们猜测抛售势头正在增强 并将继续下跌 当然,这只是我们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走势的指标之一 并不是卫一 我们还必须关注供需区域或大的时间框架的动力 绿色蜡烛意味着买方比卖方多 我们将猜测上升占优势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平衡或蜡烛的动能 什么是低效率 当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之间存在不平衡 并需要填补不平衡时 就会出现低效率的情况 换句话说 如果蜡烛内部存在空间 我们称之为低效率 我们来看第一根蜡烛高点和第三根蜡烛低点之间的空间 就是低效率 让我们看看应该如何识别市场中的低效率 正如您从左脚看到的那样 蜡烛之间存在空间 我们预计价格最终将通过返回测试空白来填补空间 所以我们称这个阶段为低效率 但是在右脚蜡烛中 蜡烛之间没有空间 所以这里我们没有低效率 通常当结构破坏时 我们寻找低效率做进场点 总结一下 不平衡和低效率之间的区别在于 只要有大蜡烛或动量 我们就称为不平衡 而如果三根蜡烛第二根蜡烛出现空间 则称为低效率 基本上我们不需要太在意名字称呼 只要记住当它发生在我们应该关注的重要区域时 我们就要识别蜡烛是否有大蜡烛或动能 在查看蜡烛的动能时 即可确定趋势是否真假或市场结构改变 希望这一集能够解释之前的困惑 如果您喜欢 请点击喜欢并订阅我们的频道